英语动词有三态 咱们之前讲过了实态 讲过了体态 那现在咱们讲最后一个态 叫做语态 英语的语态有两种 这跟中文一样 主动语态跟被动语态 可以这么说啊 所有能带宾语的动词都可以具有被动语态 咱们五种句型分别是主位 主位宾 主位双宾 还有主系表和主位宾宾补 所以主位宾 主位双宾 跟主位宾宾补 这三个句型是可以具有被动语态的 这里面的动词呢 都算作极物动词 还是以咱们那个最经典的例子来说啊 小明 bought three books 小明是主语 动词是购买 宾语三本书 咱们已经非常熟练了啊 这是主动语态 那如果咱们把宾语放到前面 把主语放到后面 它其实可以变成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是three books 啊 were bought by 小明 这里面咱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借词by 这是英语中被动语态的规定 规定什么呢 规定是如果动词变成了被动之后 只有这个借词by 它身后添加的东西才可以做这个动词的逻辑主语 什么叫逻辑主语啊 咱们来解释一下 逻辑主语啊 变成被动语态之后啊 这整个be bought by 相当于动词了 这个three book呢 相当于主语了 小明相当于编语了 所以语法上是主位编这样的句型 但是呢 你想从逻辑上来说 还是小明在真正去购买三本书 对吧 那所以这个小明就是这个by这个动作 它逻辑上或者本质上的真正主语 所以呢 他纵然啊 现在因为被动语态放到了冰运的位置上 我们还可以说 他是购买这个动作的逻辑主语 所谓逻辑主语和逻辑兵运的概念 其实就是说 这个词本质上应该跟这个动作有主语或者兵运的关系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中 它已经不是这个成分了 所以不管它叫做逻辑上的这个成分 而不是现在字面的这个成分 这个意思啊 咱们之后讲到简化复合句的时候 讲那个伴随啊 包括独立主格的时候 都会提到逻辑主语 逻辑兵运的概念 一个道理啊 都是说 它现在的位置呢 已经不是这个成分了 但它逻辑上是 所以叫逻辑主语啊 从指脉考试来说啊 主动语态跟被动语态 如果说这些成分都在的话 那么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相等的 没有什么区别啊 当然 除了最基本的主位兵举行之外 主位双兵 包括主位兵兵补都可以具有被动语态 比如说啊 咱们这个主位双兵可以说 I was given two books by 小明 这就是一个give 这个动作的一个被动语态 原来爱是兵语嘛 现在我提前了 主位兵兵补也可以啊 比如说 the wall was painted pink by marry 本身应该它是主语 它是兵语 这是动词 这是兵补 对吧 那现在等于我变成被动了 从语法上来说啊 现在强势主语了 这个be painted是文语动词 pink还是补语 mary变成语法的兵语了 当然了 咱们刚才讲过逻辑主语的概念吧 那马力呢 是逻辑主语 强呢 是这句话的逻辑变语啊 好久不就能变语吧 那这个语法上来说 我真的行吗 怎么这么防止吗 好不好 但是这些语法上来说 strong health 厉法上来说